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一个人的一言一行 君子所以动天地者 可不误甚乎 一个人的一言一行 都可能影响着整个天地之间 我们怎么不能 怎么可以不谨慎去对待呢 为什么刚好想到这一句话 因为刚刚我去上厕所的时候 厕所贴了一句话 大小变厚请冲册 这句话让我想起在网路上 曾经看过三则报道 在泰国的皇宫 他的厕所里面居然出现了 一行中国字 写着 变厚请冲册 诸位同学 谁给 写给谁看的 我们刚好跟 小朋友在讲课 请问这句话 为什么要用中文写 小朋友说 中国人很伟大 第二个报道 在泰国 在巴黎圣母殿 在进门的时候 也写了一行中国字 叫请勿大声喧哗 请勿大声喧哗 那代表我们中国人到这些 国际的公共场所会怎么样 会大声喧哗 我记得我在一个六星级的饭店 讲课的时候 他那个总经理在会后 他就告诉我 对对对 我们中国人到外面去 比方说去参观博物馆 都会挤到前面去看 把外国人都挤到后面去了 然后外国人就会这样 摇摇头就走了 我们的一言一行 都在让中国人光荣 或者让中国人蒙羞 这个羞耻不是一个人的羞耻 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耻辱 第三个报导 是在美国的珍珠港 它的垃圾桶上面 都写了一行字 叫请把垃圾丢在此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言一行 确确实实影响国家 社会 我们应该谨言 盛行才对 这样才能真正 用我们的行为 去利益家庭 社会 甚至于是 民主 所以我们刚刚这边看到了 民族文化 在深圳有很多的孩子 他读圣贤经典 也读了好几年 刚好一些孩子走在走廊上面 一边走 就一边把纸屑捡起来 把垃圾捡起来 而且他们是争先恐后的捡 叫做从善如流 行善不落人后 就在这个捡的过程当中 迎面而来一群初中生 他们是左手一只雪糕 右手呢 一个炸鸡腿 就在那里边吃 怎么样 边吃 结果六七岁的孩子 一路捡过来 突然有一个大哥哥看到了 本来要丢下去的东西 就在空中 怎么样 停住了 然后就跟旁边的几位同学说 这么小的孩子都在捡 我们就别丢了吧 他用广东话讲 结果这个孩子呢 走回教室以后 因为几个孩子当中 只有一个是广东人 这个孩子就 抬头挺胸 开始跟其他的同学翻译 说刚刚这些大哥哥 因为看到我们在捡垃圾 所以他们在那里说到 连那么小的孩子 都在捡啊 我们就别扔了吧 诸位同学 当这个小朋友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的内心有什么感受 他觉得他的一言一行 是可以利益这个社会 而他从小就有这个使命感 我们应该让这个社会 让这个国家更好 诸位同学 您的心中有没有实时想着 要让这个社会 国家 更好 因为我们也常常听到一句话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所以整个国家社会的风气 绝对不是说是他人的责任 而是谁的责任 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好 诸位同学 你觉得现在的社会 忍不忍漠 忍不忍漠 你看看 我刚刚这么真诚的 把明辨递过去 反应一不一样 有些人远远看着我 好像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 听过一句话 叫爱的反面 不是恨 你真正要恨 你恨不了几个人 爱的反面不是恨 而是什么 忍漠 诸位同学 冷战比较厉害 还是热战比较厉害 热战会得心脏病 冷战会得癌症 因为冷战的时候 情绪就会越来越差 到时候就细胞怎么样 病变 所以冷漠的家庭 冷漠的社会 才会让癌症快速上升 所以科学家 有一个科学家叫江本胜 他做了一个水的实验 那他所做出来的实验 出了一本书 叫生命的答案 水之道 生命的真相 从水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他对水 说感谢 说感恩 说很爱护他 这样温柔的语言 对水 把这样的水拿到 高倍显微镜下 去呈现的时候 他的结晶 非常的漂亮 都是六角形 像钻石一样 而结晶最漂亮的两种 表达方式呢 一个是爱 一个是感谢 各位同学 您记不记得上一节课 我有提到 人生真正的价值 就在爱人跟被爱 爱人懂得 处处替人着想 当你处处替人着想 这个好的念头一起来 好的言语一起来 还没有利益他人 先利益谁 利益自己 你送人家玫瑰花 自己已经怎么样 先有香气了 所以你口吐莲花 事实上这个好的言语 已经让你所有的细胞 都得到好的利益了 所以他研究出来 爱跟感恩的结晶最漂亮 那假如他对这个水 责备他 骂他 告诉他 我很恨你 这个水造出来 很丑陋 根本没有办法结晶 而且那个造出来 就好像一个傀儡被骂到角落一样 这个书啊 书局里面买得到 所以水啊 会看 水 会听 水可以感觉到 人的意思 所以水能有这样的变化 也代表所有的万物 都有这样的变化 所以整个宇宙环境 它是一个有机体 它是动态的 其实学理科的都知道 近代物理学 所有的这个电子 直子 事实上它都是 随时在怎么样 在动的 那诸位同学 谁在让这个直子 电子动 我们知其然啊 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所有物质的变化 都跟人的思维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叫 福地 福人居 有好的念头的人 他这个念头就可以让 身旁周遭的万物 开始转变 所以已经有很多 在种植物 种花果的 这一些商人 他都放好的音乐 给这些 植物 给这些花果听 结果 实验也证明 这些水果 特别的甜 这个花呢 开的特别的 美丽 所以除了水啊 证实了 人的意念 人的言语 可以影响它之外 科学家 又拿了米饭来做实验 三碗米饭 所以诸位同学 很多真相真理 他都必须透过四个阶段 信 解 你了解这个道理了 回去要怎么样 行 之后你就 哇 证实了 真是如此 所以今天回去 第一件事是什么 准备三碗米饭 自己做做看 三碗米饭 第一碗 好感谢你 就是因为吃了你呢 才让我身体强壮 实实感恩 第二碗呢 你怎么这么难吃 你是不是要害死我 这是第二碗 第三碗呢 你都不理他 都不关心他 一个礼拜以后 实验出来了 第一碗饭 发酵了 还有一点香味 第二碗饭 发臭了 第三碗呢 第三碗呢 发臭发黑了 比第二碗还臭 你看 这个米饭 有没有把 人生的道理讲出来了 冷战比热战怎么样 还要厉害 所以有时候 有一些不愉快 骂出来了 气就怎么样 出来了 比较不会 得病 假如一直压在心中呢 身体就会越来越差 刚好有一次 我在讲这个例子 底下 有一个孩子坐在中间 爸爸坐在右边 妈妈坐在左边 这个例子一讲完 这个爸爸 往后一退 绕过他的儿子 就拍拍他的太太 然后呢 用眼睛告诉他的太太 你 老师在说你啊 我在前面呢 整个都目睹 经过 我在上面 真是替他捏一把 什么 忍汉 结果这个太太呢 一被这个先生这么一看 就是在说你 他马上呢 狠狠地瞪着他先生 一眼 那这位同学 你看到这一幕 有什么领会 在听很多的道理的时候 很奇怪 每一个人都先想到 谁没做到 谁没做到 就是没想到哪一个重点 真的 常常很多家长听完课呢 就跑过来 蔡老师 你这个课 我哪一个朋友要听 我哪一个亲戚要听 就没有说他自己需要听 所以大学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 人生要过得圆满 一定要抓住核心 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 医事皆以 修身为本 您的学业 您的家业 您的事业 甚至于您有机会 为人民服务 您的国业 都要从自我的修身 自我的修养 为基础 才能够有很好的发展 跟成就 所以为什么生命的答案 水会知道 因为我们的意念 会影响水的结晶 那诸位同学 人体水占多少 是 所以当你一个恶念起来的时候 你的身体70%都怎么样 都越来越差 那所以俗话说 损人利己 这句话对不对 对不对 错的 损人绝对不利己 你看过哪一个奸臣 活到一百岁的 都是乐善好施的人 常常在那里 抓着他的胡须 韩语 什么 弄顺嘛 所以人的坏的意念 事实上已经在伤害他自己了 所以损人绝对不利己 当我们把这些道理都搞明白了 你就知道话应该怎么说 事应该怎么做 你的心里非常安心 非常踏实 因为你知道 你的方向 你的做法 都是正确的 我在一个学校 担任一年的老师 那刚好 那一个学校 它是客家语 讲客家话 那我是讲闽南话 所以在言语上 有一点距离 那其实人与人的距离 要靠什么来拉近 要靠我们的真诚 真心 关怀来拉近 所谓爱忍者 忍恨爱之 敬忍者 忍恨 来相信这句话的举手 好 请报一下 这个叫舆论的力量 旁边都举手了 不得不举手 学问有境界之分 我们对于这一个道理 是在信呢 还是在解呢 还是已经在行呢 还是你已经体证到了 那当我们对于这个道理 解形通通融成一体 那这个道理就跟你的生活 是一不是二 当这个道理跟你融成一体 那你的生活就可以感受到 学而实习之 不亦越乎 这个实习不是拿起来 学而实习 是什么 习啊 是练习 习是实践 把它做出来 所有的喜悦法习 通通是在立身行道当中 自然而然会出来 所以我到客家的村庄去教学 我也希望跟他们的家长 找一点拉近距离 为什么要找一点拉近距离 因为啊 当你要帮助一个人 必须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 什么前提 要了解 要了解要有信任 没有信任可不可以帮助 可不可以 没有信念能不能帮助一个人 你去做实验嘛 今天刚好走出去看到一个 女同学 你不认识她 小姐我帮你拿皮包 会有什么下场 讲解啊 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 所以帮一个人 容易不容易啊 真不容易 所以当你真正体会到 你身旁有一个人 是真心要帮你 你要好好珍惜 好 所以建立信任 当他的父母对我很信任 自然就很放心的 把他的孩子给我教 所以我们要先建立信任 很多的同事 他们因为都有家庭了 所以还要照顾小孩 早上小如轮到他们 在校门口当导户的话 他们就会很赶 要赶过来 赞导户 就很辛苦 那因为那一年 我通通住在学校 我看他们这么辛苦 我说陈老师 你早上就别赶 我帮你看 他高不高兴啊 高兴 其实人生 有一个点你只要找到的 就是这个点能让 每一个人都欢喜 皆大欢喜 这个点不难找 但是当你找到了 你每一天都觉得 过得很充实 我们帮他 他很感谢 同事的感情非常好 大家互相帮忙 那我又有机会 多跟家长 多跟孩子互动 所以后来 我在站倒户的时候 车子缓缓开过来 摩托车缓缓接近 家长的表情怎么样 没什么笑容 就这样骑过来 我们还是 早 那看小孩子一走下来了 开始在那里背书包 我们马上帮他拉着 来来来 赶快进去 结果你就开始去实验 第一天家长不笑 第二天不等他说 哎 早上好 第三天 他还没有到校门口前 远远就先主动怎么样 跟你说老师好 所以确确实实 人之初 性本善 而这个本善如何被带动起来 必然要我们先做出来 演出来 让人家也觉得 这样去待人处事 很欢喜 他的善念 他的善根 就被唤醒 所以要让社会和谐 要让社会相处融洽 一定要有人先出来表演才行 谁都欢喜 在和谐的气氛之下 生活工作 结果我就 在这个战的过程 也体会到 人与人确实 要先主动付出 你伸出这只手 就能够迎来他人 也真诚地伸出那只手 有一个学生 就跑来跟我讲 他说老师 我跟你讲一件事 你不可以生气 我说没事你讲 他说老师 我妈妈说 你好像在选议员一样 在选举 好像在拉票 哎呦投我一票 他妈妈说我的笑容 好像要去选举了 后来我去当正式老师 刚到那个学校的时候 学校的职员 来跟我要资料 他是会计人员 要完资料 才能够帮我做一些处理 结果我是教六年级 在四楼 他问完我这些资料以后 他就要走了 结果突然 走了几步呢 他又回过头来看看我 他这么一看我 因为我的个性 比较刚毅木讷 比较内向 你们看得出来吗 你们的笑容对我是一种伤害 真的 我的本质是很木讷的 我就有点不好意思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从来没有看人 笑得这么开心的 好像那个笑是从内怎么样 额外笑出来 所谓相有心生 人如何能够笑得开朗 笑得痛坏 最重要的要理得心安 当我们对很多 待人处世的道理 都已经明了了 都已经知道 人生应该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命运 都不会患得患失 也不会去场场起人忧天的时候 那你的心情就会越来越好 诸位同学 你相不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相不相信 这个声音就小多了 所以你看 当你不相信你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那你就时时会患得患失 你的烦恼就把你人生的能量耗损大半 真的 而所有的烦恼 大半都来自哪里 这位同学你思考看看 大半都来自于人与人的相处 不和谐 假如我们懂得人与人如何相处 如何走向圆满的互动关系 那你的烦恼大半就去除 我们灿烂的笑容 就会升起来 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明白才行 我们上一节课有提到 思想 思想决定一个人的行为 行为 决定一个人的习惯 习惯决定一个人的性格 性格决定一个人的 命运 好 那这位同学 我们说人贵自知 人要有自知之名 请问您现在的思想 会走出什么样的命运 你知道吗 人生就好像一盘棋一样 这一盘棋 你是下一步 看一步 当你是这样的心态 保证你时时会举棋 不定 这样好吗 那样好吗 但是假如我们的思想境界 能够高占远逐 深谋远虑 那你可以看到 五十步以后的局面 一百步以后的局面 那你下起起来 才能够从容不破 游刃有余 很多同学大一大二进来 就在烦恼一件事情 以后找不到工作 有没有 好 那这位同学 上完上一次的课程 这个烦恼 还有没有 李老师我回家了吧 我们回想到 现在的社会 乃至于以后的社会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人才 真正会做人做事 真正有诚信 有担当 有这种 好的人格特质人 必然会得到重用 因为现在的企业家 都找不到人才 诸位同学 以你们对我的了解 假如 我不继续弘扬中国文化 我去应征工作 你们要不要用我 当然这是一个假设 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 因为 我们已经把弘扬中国文化 当作一生绝对不会改变的志向 因为我最崇拜的两个读书人 一个是孔明 孔明 最重要的那一句话 鞠躬进瘦 死而后 上一节课也跟诸位同学讲到 我在初中跟高中的语文能力都很差 你们都记得吧 你们怎么该记得都没记 我的老师 初中老师 他们在教书的时候就说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留取担心 有点气概好不好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照担心 对吧 好 老师念完这两句话之后就告诉我们 什么叫担心 就是真心 什么叫汉清 就是史册 来诸位同学背下来 其中考要考 不然会差两分哦 好我们看下一句 文天祥的气概 你感受到了吗 所以其实我应该可以效法范仲淹 可是因为都在应试教育之下 升学主义之下 所以范仲淹变成什么 变成 看人家多两分就很不高兴 小鼻子 小眼睛都出来了 真的 见不得人好啊 这样的身心能不能健康 能不能愉快 不可能 所以十多年的读书生涯 确实呢 对于心性的提升相当有限 但是人之初啊 怎么样 我还记得老师在上那一篇 出师表的时候 本来快要打瞌睡了 突然听到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有种如雷灌耳之感 我的眼前突然间一片光明 维持了三十秒钟 继续睡 这是第一次 还有第二次 读到悦养罗记 突然听到哪一句啊 你们真是我的知己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 又闪了三十秒 之后 刚好有一个机会 我看到唐国强演的三国演艺 突然看到他演孔明的时候 在他的帷幕之中啊 已经都吐血了 饭都吃不下了 那个士兵拿过来 丞相啊 您就吃一点吧 他都不吃 继续正笔即书啊 要把他的智慧怎么样 传下来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真是哭得不成人形 很感动 后来我终于了解到 为什么我哭得那么丧心 因为假如有前世的话 因为假如有前世的话 我一定是那个端饭的士兵 亲自目睹到这个丞相的忧果忧民之心 所以孔明这一个态度精神影响我很深 所以当我们知道文化的传承相当重要 我们就要 人为己任 人为己任 不亦远忽 人而己任 不亦众忽 死而后已 不亦远忽 所以 当然我们要对社会国家有帮助 首先要先从自己提升 最重要 当我们的思想改变了 你人生的命运就改变 而当你的思想去影响到家庭 那你家庭的思维也会改变 你的家运也会变 而当你的行为能够影响社会国家 那相同的社会国家的命运也会怎么样 转变 所谓家有家运 国有国运 相当重要 所以人生踏出的脚步大小 不是最重要 先要踏对方向 所以我们第一节课也讲到 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 而是抉择 而抉择当中 首要的是什么 首要的不是选择你的配偶 首要的 选择你的思想 抉择 观念 而抉择观念 先决条件 一定要先有正确的 判斩 判斩力 那判斩力来自哪里 诸位同学 你今天有没有判斩 什么什么判断 要不要来上课是吧 那一定是非常大的挣扎 判斩力 取舍 就要靠判断 而判断有好有坏 有是有非 有对有错 所以如何让你所有的判断 是利益自己的一生 而不是障碍自己的前程 你就必须具备智慧 必须具备理智 所以诸位同学 人生生涯的规划 第一要事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智慧 所以能知所先后 你连把人生的轻重缓急摆对了 你的人生才能越走越轻松 你的人生的轻重缓急摆错了 会怎么样 越走越沉重 因为你下错判断以后 你都必须要自己收拾 而且不只你要收拾 甚至于连家人都会被怎么样 拖累进来 很多年轻人说 我自己做的事 我自己负责 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二十当当岁能负什么责 我还听了一个让我很惊讶的事情 深圳有一个医师说 11岁的男孩 带了一个9岁的女孩去堕胎 中国文化要复兴啊 不然人都会活成畜生 医生跟他说 把你父母叫来 这个11岁的男孩说 我可以负责任 乘一时之气啊 义气用事 所以人没有理智 所做的事啊 会害死自己 会害死身旁很多的人 所以读大学 最重要的不是交男朋友 也不是交女朋友 要先有理智 你才会选对对象 下对判断 所以我们复习一下 上一节课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这位男士 哪一个观念 哪一个观念 不如归去 归去来自田远江湖 娶一个好的太太啊 可以忘三代 娶一个不好的太太呢 不是可以拜三代 是会拜三代 所以理智重要 这是真正的客不容缓 而你真正看到整个社会现象 你深入家庭社会所发生的事 你会感觉啊 人的思想道德观念 不赶快建立 真的 真的来不及啦 等到来不及的时候 所有处于这个社会的人 都会感觉 爱莫能助 这个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一句话啦 爱莫大于心死 所以真正的末日 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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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通通 伦上啦 人类跟情受没有两样的时候 那真是痛啊 所以 智慧重要 诗位同学 智慧要怎么形成 要怎么形成 要透过什么 诗位同学 我们现在摸着心脏 平心而论 你有理智吗 你们为什么笑得这么腼腆 好像很无辜的样子 我不是故意的 真是不是故意的 人不学 不知道 人不学 不知义 所以我曾经啊 也接触过很多的女士 已经结婚的 她们出现外遇问题 有时候会打电话来跟我讨论 你们笑什么 你们怀疑吗 这样不好 要先有信心才行 人生 很多的路啊 不是你要跌倒以后 才知道怎么走 前面的人就告诉你 这里有个洞跨过去 那里有个洞跨过去 你何必再去跌呢 所以 我们上一次 也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 才能看得更远 看得更远 那刚好有一次 我要去上课 坐在车上 那时候时间有点赶不及了 坐上计程车 我就往演讲的地方赶过去 刚好接到电话 蔡老师 我有一个同事 他先生有外遇 怎么办 我说你外遇问题 问一个没结婚的 我接着就跟他说 第一个重点 你要告诉他 不管你人生发生什么样的挫折 出现以后 一定要先想自己错在哪 假如你不回到这个点上 这一个问题无解 绝对解不开 为什么 当出现状况 出现挫折的时候 假如我们念念想着 先生错了 爸爸错了 朋友错了 同学错了 我们处在什么状态 情绪怎么样 非常的波涛汹涌 有没有理智 绝对会讲出一些绝情的话 绝对会做出一些 会让双方都受伤的行为 我们要了解一个真相 叫一个巴掌 怎么样 所以一定要什么 都有责任 所以鲁家有一句心法叫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所以假如先生错八分 你错两分 你也必须把这两分怎么样 好好检讨 等你真正是 自我去反省 去内省 把这两个不好 改掉了 你的先生会怎么样 他会非常的惭愧 他会觉得 很对不起你 但是假如这个时候 你开始说他的八分不好 他会怎么样 他就说你两分不好 然后就越演 越裂 本来是否有一个转换 本来还有一个转换的空间 到最后怎么样 全盘皆输 不止两个人都输了 连谁都输了 小孩也照样 所以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 而是你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有没有智慧 化解 而当你真正用智慧化解以后 你朋友的感情越会更好 你所有父子关系 夫妇关系 君臣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都会越来越好 因为牙齿跟舌头 都有可能会咬到 怎么可能人与人相处 没有摩擦 所以第一点 一定要先想到 自己有哪一些地方做不好 回到这一个点上 才有可能 去把这件事解决 唯一有先接受这一点 我们第二点才好建议 接着我就 跟这一位朋友说到 俗话说 家火不烧 野火不起 你们都没听过 家火不烧 家火不烧 野火不起 诸位同学 看一个人的理智 不是在事事如意的时候看 事事如意 每个人脾气都很好 真正遇到境界挫折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动策到这个人有没有理智 而真正的理智来自哪里 都在经典之中 经典 超越 时空 亘古 不变 而唯有这些真正人类的理性 就能够在遇到事情当中 让你能够释怀 让你能够知道如何去应对 才能走向圆满 所以一个人的家庭 家里的纷争不掀起来 外面的野花野草野火能不能烧进来 能不能 不能 所以根源在哪 在自己 所以夫妻不合是因 外面的男人女人是什么 圆而已 没有因啊 纵使一大堆的圆 百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你们不要这么不群怨嘛 大道不弃 大的道理 绝对放诸四海皆准 这才是真正的大道 所以人类的理智 你时时观照 所有的物质 物理 化学 人与人的关系 都不理因缘所生法 万法 因缘生 你时时能了解 因在哪 缘在哪 你就能用理智去应对 而不会常常责怪他人 责怪他人 绝对对事啊 没有什么大帮助 所以为什么我能体会到 家火不烧 野火不起 为什么我可以体会 你们没有看出 我已经历尽沧桑了吗 这是由于 我看到了孟子的一句教诲 身有所感 这一句话叫 福 这是发语词 人必自武 而后人武之 家必自毁 而后人毁之 俄后人毁之 国必自发 俄后人发之 因在哪 在自己 缘在哪 在外面的恶人 恶缘 所以根源还在自己 所以满清末年 列国来侵略我们 根源在哪 没有国家 人家敢打理吗 他又不是吃饱撑着 他一定看到有机可蹭 所以满清末年 因为整个贪官污吏 越来越多 才会造成那样的乱事 所以当人把责任都推给外面 推给别人 他只会越来越堕落 他绝对不会再站起来 绝对不会再经营出更好的人生 更好的家庭 所以你要用理智去应对事情才行 所以这是第二点 家火不烧 野火不起 第三点 刚刚两点是心态 第三点是实际做法 就是男人对的时候 你要把他当父亲看 男人对的时候 要把他当什么 父亲看 你说哇你真有智慧 你怎么都能做得这么好 你说一直在那边给他拍手鼓掌 他就会怎么样 好话一句啊 他做牛做马都愿意 所以他对的时候 你说哎呀这样叫孩子真对 这样做是对 哎呀真棒 他就常常看到你就抬头挺胸 好我就干 平常相处的时候 不要常常你聋 我聋 聋到最后会怎么样 会很累啊 疲乏掉 平常当朋友看 要细水怎么样 但中有真味 一下子太强烈 下一次就觉得没感觉 有没有 有啊 什么叫爱情 真正的爱情 真正的爱情就好像我看到电视里面有一幕 突然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婆婆 牵着他老公公的手 走在海滩上面 一边走呢 一边走呢老婆婆就跟老先生说 老的啊 明天是初一啊 明天该吃素了 我已经帮你准备了一些 阴这个 那个叫什么 阴瓜 准备这一些早餐吃的东西 好 这一幕才叫什么 才叫真情 真爱 为什么 真的不变 真的东西不会变 假如强度很高的 往往都是虚幻的 一下子就不见了 这个你们要细细去观察 因为现在西风东进 你们会被骗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